人工來判斷的話 那這個程式太low了 你就是要讓他 用那個判斷的方法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輸出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再做一個判斷 判斷什麼呢 這個應該要預設值可以拿掉 就是說呢 我不要在這裡判斷 我在 是否及格這個地方 底下呢 我就用一個什麼 if else的結構 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後面還會講 我這邊 先提一下好了 邏輯判斷 我想你要記一下就if 後面條件的話 給他一個 小刮鬍 然後大刮鬍就是說 如果 他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執行if 反之的話 就是中間剖開來 大刮鬍剖開來 然後反之的話 else 然後再一個大刮鬍 也是移到中間剖開來 剖開來其實你可以這樣記的 這個是一個條件 剖開來裡面就是執行什麼動作 else執行這個動作 如果呢 什麼條件 如果 他的成績 所以我們這個成績怎麼樣 這個變數裡面 假如這個成績呢 他是大於60的話 假如我們給他一個條件 那條件如果大於 60 這就是一個條件 所以你會發現 小刮鬍裡面 就放的是一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B等於什麼呢 等於True 所以你就打一個True 結束一下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B等於什麼 B等於False 所以你就直接打一個False 然後結束一下 那在print出去的話呢 就會根據什麼 根據 成績來做判斷 執行一下 按確定 確定之後你會發現的True 有沒有 那假如說我這邊修改一下 比如他的成績變為 變為55分好了 55分 55 特別注意55最好55.5 給他一個小數點 執行之後的話呢 那他就會怎麼樣呢 判斷就會是什麼 是否及格就是False 不過當然 這個程式永遠沒寫完一天 沒有寫完的一天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如果在程式裡面 輸入 賦與值的話 感覺還是很多 那怎麼樣呢 你要 讓user有一個地方可以填值的嘛 不過這個地方又會越來越複雜 你會發現 程式永遠沒寫 最後可能要寫一個視窗出來 還要在一個視窗 把它output出去 那就會太複雜 所以 我們先 了解基本的這個 基本的變 所以請各位 先在這邊加 加這個幾行程式 我剛剛只是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先宣告一個b Booling 然後呢在這個底下 是否及格 其實你可以把上面copy貼過來 這邊改一下是否及格 然後呢他的條件 最後的話呢 把 Booling的值把它print line出去 OK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